系指基隆河步道在靠近乡长里河滨公园一带 一直以来没有路灯 晚上照明明显不足 随师员白佩儒也争取设置景观路灯 现在到了晚上景观灯亮安全加分 也让休闲散步的民众走在步道上安心多了 现在天黑的特别早 5点多6点天就渐渐的暗下来 不过还是有许多人打球散步 这里是基隆河步道水板角河滨公园 之前就因为没有路灯一到晚上漆黑一片 许多的民众反应根本不敢走 所以议员白佩儒也争取设置景观灯 现在一到晚上6点左右灯亮了安全加分 特别谢谢新北市议员白佩儒议员 特别在我们厢长里河滨公园这个区块 长期都没有路灯 那经过一年多一年半的期日的争取 那现在目前景观路灯已经亮了 自从大约一年多以前 我们开始争取整个水板角公园的改善之后 那后来就是里长有提到说 这边晚上因为它没有路灯 因此很黑暗 然后民众都不太愿意来这边散步休闲 那我们特别请这个新北市政府的高摊处 为我们设计了大概31盏的景观 37盏的景观路灯 那现在已经完工了 水板角公园一眼望去 除了长长的步道还有绿油油的草地及游乐设施 风景很美 每天也有不少人来散步休闲 不过以前一直没有路灯 晚上照明不足 让地方很困扰 就有民众说晚上根本不敢来 最近灯亮了 有空就会来散散步 休闲散步这里是不错啊 真的是蛮好的 就是有时候晚上太暗了一点 OK啦很不错啦 这个地方很好 就是要改进一下这个路灯的关系 所以晚上还是要有灯比较赶 对对 不然普通晚上如果七八点以后 八点以后太晚我们就不敢下来了 因为毕竟太暗了 那种弄亮一点的话感觉会很好 那也欢迎呢我们这些乡长里 还有其他隔壁里的 附近里的这些民众 好朋友们晚上都可以来这边 休闲散步运动 那里长有提到说 有关于这个电力不足的部分 我们会再请台电公司 看如何来改善这个问题 那以目前来讲的话 这三七盏路灯也都亮了 那晚上这边都很亮 而且很漂亮 欢迎民众一起来这边休闲 在这次的改善规划中 包括了增加休闲座椅 还有就是在步道沿途 装设新的景观路灯 现在灯装好了也完成送电 晚上照明足够 不论是休闲散步打球 又或者是玩游乐设施 都安全方便多了 接着程慧玲细致采访报道